發聲3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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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 5 6 6 7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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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 9 10 針對我們這次的春孝聯動能夠讓小朋友能夠知道國防教育的內容 以及讓社區知道說我們政府趕快再推動所謂的募兵制度 來介紹中正育校國中部的招生 最主要的是在國小畢業未滿15歲國小男的部分 並且他在三年的提示人他的800公尺都達到中等 這些過程我們都會陪同以及跟家長做充分的溝通 讓孩子們能夠在春孝這條路裡面 他還會保養一些營養機 畢業之後他可以選擇去讀軍校或是士校 也就是所謂的士官學校來做服役 希望透過這次運動會能夠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議題的重要性 我想說第一個環境保護以及環境衛生 也是對我們日常生活非常重要的項目 所以我們把它納入到這個議題裡面 能夠讓家長能夠針對這些議題 能夠有成功的了解